我忘記誰住院 然後我媽給我一筆錢 我媽就給我叫我去叫 然後我想說我好去上廁所 然後因為我身上沒有地方可以放那一點錢啊 然後你們知道那個廁所的那個門 那個門板不是有個勾勾嗎 啊那個錢剛好塞在那邊剛剛好欸 然後我就把錢塞在那邊 然後放在廁所我就忘了 然後我媽就說啊錢咧 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想我忘記我放在哪一間廁所 嗨大家好我是溫 AK平民黨議員 嗨大家好我是曼玉 今天是要告解失利症男女 這個呢唯一可以跟我批底的就是走曼玉了 而且我為了要錄這個單元啊 我自己也寫了超 超級多備忘錄 想一下我的事蹟 而且我自己想說我最近好像比較好 但是最近直接在 增稿的這一天很笑別人 哈哈哈哈 然後我晚上我直接整個皮包補錢 而且雖然是我都不知道 我是接到信用卡公司 凌晨打來的電話 我想說哇看到這電話我就知道完蛋 摸摸摸撿到你的信用卡 然後現在鎖卡你要去領然後整個人 然後呢在去領的途中 又接到一通簡訊說 你的信用卡之前提款的時候 我都沒有拿出來 所以我們直接拉消火 妳真的很誇張欸 那是不同的兩件事喔 所以你一天接到兩個通知 超麻 超多事情的 就是有別的笑容 就是說你是不是被倒刷 然後什麼都想不是 絕對全部都是因為我自己 我完全不會懷疑別人 現在開錄的這一刻 我的信用卡還有加上我們那個超大的披薩卡 對你有沒有帶來嗎 我還想拍你那個 因為我掉啦 現在但是有被撿到 然後現在還在捷運這樣 我到現在都還沒去領 但是上禮拜十七 你知道這披薩多大嗎 好現在來編店 阿若有跟你相似的 你可以補充 你那實在太多了 直接寫了一本小說 漫娛掉東西歧視路 十八歲了 弄丟過三個錢包 這種就不要拿出來講 這三個而已 我這歲了啦 我小學曾經沒帶書包上課 我也有啊 哈哈哈哈 真的突然喜歡走一走 然後 好輕鬆喔 今天特別清晰 很愛丟東西的 你小時候已經聽過 爸媽都會講幾些公式的話 如果脖子沒有跟頭臉在一起 一定會不見吧 什麼的 你要一身化妝 很少東西啊 然後為什麼不放同個地方 你下次要放同個地方 就不會不見 然後什麼什麼 對永遠都是 都是同一套啦 老公都說你剛剛胖子啊 你才看我不會胖子 因為這可能 這個真的很難不見 有人說一個月掉兩張悠遊卡 一個月是 我一個禮拜掉一張圓公證 一張信用卡 兩張悠遊卡 那你有覺得很崩潰嗎 我很難過 因為一張圓公證這樣一千塊 天啊 然後我過一個月 那一張又用丟了 那一張又用丟了 小時候在夜市被媽媽弄丟三次 喔這個我有發生過耶 我阿嬤把我忘記了 我真的真的是隱喘耶 我阿嬤騎車要載我了 然後她忘記我沒有上車了 好可怕 她就直接行走 然後她就一直很開心 她一直跟我聊天 然後就發現我都沒有回她 她就發現小孩不見了 這是新聞不是有報什麼 媽媽就是上飛機忘記帶小孩 然後全部人都說太扯 留言都說太扯太扯 我想說 其實沒有到很扯 我也覺得 就是有時候忘記就是忘記 不管你是小孩或讀中央的人 但有時候一瞬間就是 一瞬間就是 就是沒有用到就會忘記 對 司機把雨傘錢包手機都掉在公車上 出去玩避掉的東西 眼鏡被海沖走 東西一定會忘在民宿 對 對啊對啊 沒錯沒錯 雨傘真的我也不敢買那種 聯名啊限定狂 就絕對我是不會買的 因為雨傘就是 太容易掉了 它已經變成是一種消耗品 我有那種 逛斯拉夜市逛很開心 逛一整個晚上 逛三四個小時 然後大包小包 全部放在公車上 我直接下車 剛剛那一趟到底在幹嘛 我是純粹 純逛街純散布 就是剛剛買完衣服 好像就不那麼丟 那真的超難過的耶 但我覺得 藏掉東西的好處就是 我們會很淡定 面對 我覺得我脾氣會變很好 但是如果我跟朋友一起 然後可能他的東西掉了 我就會幫他想 我就不會生氣 我就會慢慢慢慢找 因為很理解他的心 對 搭火車去花蓮 下火車的時候 覺得怎麼那麼輕鬆 結果行李已經被載到台東了 就是突然的輕鬆感啊 如果突然覺得輕鬆 通常都不太對 對 還有很多人是那個 高中的時候耳機不小心掉一邊 就是那個無線耳機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 我也絕對不會買的 因為太危險了 不小心把筆電忘在咖啡廳 老闆娘說那是他撿過最貴的遺食 你有吧 我超常 他超容易的 之前就是跟郭就是有一次去掌門 就是喝酒喝完 然後我們就直接走了 就去吃拉麵 又去吃宵夜 然後晃了一整天 晃到凌晨1點多 突然覺得 我的手好像少一個東西 筆電 然後想說該不會在電車上吧 然後馬上去報警 然後去警察那邊看件事情 然後搞超完 所以我最後還發現就是在掌 反正那天大概混到凌晨4點 突然長那台筆電 對 可是你以為是不是很誇張的 就是你完全不記得掉了 辣椒醬 喔對對對 喔有起來有起來 勾起來 反正我跟他去吃火鍋 他就買了一罐麻辣醬150 然後結果我們就後來就去公園聊聊天 然後玩很開心 然後就回家 然後他還騎車 他就說欸我忘記拿我那罐辣椒醬欸 可是才150 還是我比較懶得去拿 因為已經騎一段路了 我就說好啊去拿 他車停在路口 然後叫我去公園拿 我就去公園拿 我說欸 大家在我們旁邊有一台筆電欸 沒有 那時候我也是怎麼講 你知道嗎 他興高采烈就過來說 欸你看我還發現了什麼 他真的還說 我的筆電 這種事實 這種事實 大家會越想越害怕的 我跳過最多應該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不懂欸 像我這種人 為什麼會找我當總務股長 超危險 他就會把錢直接丟水溝賺 我高中當我總務股長 我把班費整個弄丟 我可以打 可以打 好像快一萬塊 那對高中生的我來說 很多 現在還是很多 你現在弄丟一萬還是真的 然後我是只好 暑假去找打工 真的假的 我沒有錢可以還 我跟朋友借錢 然後我就去打工還 他說千萬男女不要學我們當總 不要給我們任何貴重的東西 買東西忘記拿 就直接走 然後要什麼找錢沒拿 這應該超容易的吧 對啊很常啊 我常常去買東西 賺的錢就走啊 對 別的店員都超好心的欸 就是我上去吃飯 他還是直接追超遠 就是為了拿筆電給我 拿筆電給我 台灣就是 失憶男女的天堂 真的真的 我去英國完全不敢給笑欸 我真的有點七三怕二 我就是在台灣就是人家 他隨便活 然後在國外的時候就是很緊張 超丁驚 啊我有出國沒帶護照過啊 這個超崩潰的 有人要升級要升級 哈哈哈 可以打可以打 可以打 那所以我有及早發現 因為我提前上北部 所以我請朋友去我家拿護照寄黑貓給我 欸有時候也很奇怪 那地方找一百遍 可是你就找不到啊 可是我 我是有懷疑畢竟失控另外一邊的人 可能就是比較會常拿我的東西 對啊 就是有人在後面撿我卡對不對 對 借物上瓶 借物上瓶 當我們的計畫就欺負我們是不是 哈哈哈 這件罩上面的照片 永遠是最新的 因為一直在補貪 即使 跟現實動態一樣 一直都在更新 忘記拔機車鑰匙 錢包放在機車前面置物隔天早上再搶起來 喔忘記拔機車鑰匙我也很搶欸 所以我後來看到鑰匙會幫人家放在前面 欸對 我也常常就是 偶爾人幫我放在前面欸 我覺得人很好欸 因為我自己也會用不見 所以我是覺得 幫人家放在前面也是好的 我真的蠻善良的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多都很善良 對啊我真的好感謝善良台灣人喔 不好意思也是妳 就是逛快我們這樣 欸不要這樣 不要亂說